有一个人是很好的例子 这个人呢 我一说大家也知道 名人 他叫什么呢 叫朱物能 学名 大家叫他笔名叫朱八戒 大家并不陌生吧 大家说艾利耀生太有陌 朱八戒跟这有关系 有关系 这个朱八戒啊 西天取经 跟着师父回来以后成功了 成了仙 成仙呢 以后啊 这个记者就去采访他 说八戒啊 按这个教授专家谈的这个理念呢 和分析人才的特质 你不具备啊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朱八戒的特质 好吃懒做 贪财好色 如此的特质 怎么可能成功呢 可是在西游记当中 朱八戒有没有成功 对呀 所以这个时候 记者百思不得其解 就说 八戒你告诉我为什么 这个时候八戒一笑 说了句话相当科学 全屏跟对了团队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